是把它拉進去 對阿 我抓住了 接下來要介紹 如果三角形的高路在外面 這個三角形的高路在外面 要怎麼找三角形的高呢 像是以右邊綠色這個三角形為綠 A B C 這很好吃 B C邊底部 會底邊找它的高的話 就是把B C 延長 因為B C對面的那個點 是 A 點 但從 A 點畫下來 因為畫紋不高了 這裡比較有水準 這一段線段是落在這個三角形的外面 所以我們只要把 B C 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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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的線段就是 A 1 那麼 A 1 就成為 以 B C 為綠邊上面的塊 好 所以三角形的高不管怎樣 就是 左邊 對面那個點 它的頂點 看下來上面那個邊 圓旗子的那個線段 就是它的高 上面可以上來 看下是它小師生長的安排 然後就可以發明的 這個三小師 然後 延長 然後 延長 這個有高速度是十二 成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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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語高速二 就是這一題的答案 成語高速二 然後 延長 然後 再一題呢 它 等 然後 我就先把它成直 那我就 整個人 把 延長 這讓 就是這個三角形高 所以它面具公式 就是 如果你聽不到 你就把這個 孔拔出來 然後再 11 10 毒 毒 那現在應該 變成10 5塊三角形的主地 它告訴我們 它頂 底 是120公尺 一刀呢是兩刀也十公尺 一刀也十公尺 所以我們是 因為地主想要在這塊鐵地上推色地盤 一刀也十公尺的價格是兩百七十元 所以要貼滿這整塊鐵地 總共要花多少錢 所以我們是不是應該先算出 這是一塊三角形的面積 這塊土壘面積 他的面積就是 一刀 一刀 十二 就是這個三角形的 這塊地的所有的面積 然後換一個衣裳 這塊他有告訴很多每平方公尺 價格是兩百七十元 所以我們要在城上 我們要把七十元 就可以算出總共要花多少錢 這塊呢 這塊是六十 就讓小朋友自己計算吧 對 對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部分呢 是介紹三角形的高 什麼是三角形的高呢 就是由某頂點出發 並垂直於該頂點的對邊的那一條直線 像是 這邊 右下角有一個ABC三角形 我以BC為底邊的時候 他對面的那個點 就是A點 A點呢 就是他的頂點 從這個頂點畫下來 以BC邊垂直的這一段 就是AD AD呢 就是BC的高 那我如果以AC為底邊的時候 AC為底邊 他對面的那個點 就是B點 從B點畫下去 垂直 就是B1 就是B1 所以B1線段呢 就是AC的高 他要畫個顏色 那不然就是你不要看上面 你不要看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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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為底 他對面的那個點 就是C點 從C點畫下去 看AB邊垂直 就是CF 所以CF呢 就是AB的高 那接下來要介紹 三角形的面積 我們先來看 旁邊右邊這個長方形 這個長方形的長呢 就等於藍色這個三角形的底 藍色三角形的底 這個底 那長方形的寬呢 就等於 就等於 三角形的高 躺著底邊 對面的那個點 就這個點 就這個點 畫下來 和下面那個邊垂直的 這個線段 就是藍色三角形的高 藍色這個高呢 這邊又等於長方形的寬 那長方形的面積 那長方形的面積 是等於 長 成與寬 是又等於三角形的底 成與高 那這個長方形面積 又可以把它切成兩個一樣大的三角形 就是這個藍色三角形 等於這整個長方形的一半 就是這個藍色三角形的面積 所以藍色三角形的面積就是底乘以高除以2 所以三角形的面積公式我們可以知道就是底乘以高除以2